大家好,我是阿天 28-12又卡了一個晚上 推這個真的是對身體很不好 因為想推可是推不過 所以一直推很浪費時間 總之這個圖呢 剛開始的時候 你看到我會使用埃隆 你就可以知道埃隆的強勢 埃隆他在一開始吸過來之後 其實他幾乎是被一摸就死 但是你就是一直堵 堵到埃隆一開始可以完美閃路掉 然後你看他開大的時候 他幾乎是可以打斷掉那個惡魔 那個埃隆的動作 所以說埃隆這個 這個前排喔 他如果說他可以順利開吸的話 其實你如果堵到他閃避到敵人攻擊的話 他一吸過來這三隻喔 三隻的攻擊都集中到埃隆身上 然後埃隆又是敏捷角色 他又閃避過的話 其實他完全就可以完全吸引到前排的炮火 更不用說他的招技能本身可以減速 大招又可以把人家冰住 如果是專武30的話還可以冰4秒 等同於是廢掉敵人60%以上的戰力 那次行戰鬥也是試了很多次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就是 綠玉4寶 大概用這個陣的話其實就不需要前排的盾了 那在神器的配置上面 我就是 萊卡就是讓他配攻擊盡量快一點 因為我原本推幾次都是欠傷害 那塔西一定是能量的 這個是固定的 那小羊的話就給大家 生命跟防禦先要活久一點 再來就是比較關鍵的就是 埃隆我本來是給他選擇閃避 讓他多閃一下 可是後來想說我既然要賭了 我乾脆就給他攻擊 就是賭他一定可以閃過 然後攻擊多一點趕快把敵人秒掉 那法瑞要鼓攻的話 我就是給他加攻擊 就是給他加攻擊力 也是希望他能夠盡快把敵人收掉 因為這個隊伍沒有辦法打持久戰 就是跟人家賭了 好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掰掰